据了解近日有一名韩国公民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被辽宁省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处理有关案件 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 辽宁省公安机关已向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进行了领事通报 并将为韩方领事官员执行领事职务提供必要便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